武神主宰 第5874章 我捅 嗡 只见魔力身形如垫 直接扑向影族族族 所过之处 虚空瞬间被拉出一道巨大的沟壑和涟漪 虚空都又要被撕裂开来 嗯 小小巅峰大地 也妄想皮肤汗术 影族族族见状 嘴角勾勒冷笑 嘲讽出声 当即一掌朝魔力镇压下去 然而她的大手还未落到魔力身上 下一刻 影族族族的瞳孔骤然一缩 嗯 她的胸膛猛地传来一阵剧痛 只见一股可怕的撕扯之力 陡然笼罩她的胸膛位置 生生抓住她的胸膛 她胸膛中的神地之星 宛若被一只大手死死攥住了一般 又要被这股恐怖的拉扯之力 给直接抓射出来 剧烈的撕裂之力 令得她的神体都传来阵阵剧痛 什么 这是空间神通 影族族族豁然转头 震惊中就看到了秦晨微微抬起的右手 那股无形的空间之力 便是从秦晨的大手之中散溢而出 这是什么神通 影族族族神情惊怒交加 怎么也没想到秦晨随手的一掏 竟有如此威力 连她这个神帝级强者都能被威胁到 在这一刹那 她竟有种感觉 她体内的神帝之心要随之不翼而飞 被瞬间掏走一般 不好 影缘分身 她神色惊怒 猛地催动体内本源 哄 一股可怕的影之气息从她身体中弥漫出来 而后一分为二 化作两道可怕的身影分裂开来 而在分裂开的瞬间 扑的一声 站在原地的那具身体的胸口 瞬间出现一个大洞 紧接着 一团漆黑的黑色雾气便随之出现在了秦晨手中 嗯 不是神帝之心 秦晨眉头微皱 在这团雾气之中 她感受到了一股极其浓烈的影之规则本源 但其浓度却并不强烈 根本不像一具神帝强者的本源之心所在 秦晨抬头 就看到那两道身影中 被掏走影之本源的那具身躯 一瞬间崩散开来 化为虚无消散 竟然只是巨分身 看来神帝强者的神帝之心 的确不是那么好掏的 秦晨了然 微微摇头 有些失望 显然在她掏心神通施展出的一瞬间 影族祖祖直接施展某种神通 将自己的这一道攻击 转嫁到了一具分身之上 让其替代 承受自己的这一击神通攻击 所以这一具影族祖祖的神体会 轰然溃散 毕竟只是一具分身 失去了本源之力后 自然会消弭虚空中 否则即便失去了神帝之心 以神帝之能 也不至于会如此轻易 就直接崩溃了 看来 我的空间本源神通 距离真正的神帝威能 还有一些差距 秦晨摇头 有些失望 只有等我的空间神通 彻底跨入神帝境界 才能一招掏出一名神帝的神帝之心吧 秦晨有些沮丧 自己还是太弱了些 而在秦晨内心失望的时候 对面影族祖祖 则是陷入了无尽的 骇然震惊之中 什么鬼 我一具分身的神帝本源 竟是被一瞬间掏空了 这是什么神通 影族祖祖 吓得下体一抖 之前他已经感觉到了不对劲 所以第一时间施展保命神通 否则 如果这一招直接作用到自己身上 就算无法将自己的神帝之心 瞬间掏出 也能重创自己的神帝之心 这世上 怎会有如此恐怖的巅峰大地 在影族祖祖内心惊怒的时候 经过秦晨这一打岔 一道可怕的攻击 已然瞬间出现在他的身侧 哄 虚空中 可怕的物业声响彻起来 如同鬼哭神嚎一般 在那物业风暴之中 一点漆黑的手指骤然亮起 宛若会心坠落 寒光暴卷 一瞬间点向影族祖祖的胸膛 正是魔力 你这蝼蚁也想趁火打劫 影族祖祖冷哼一声 一巴掌直接扇向魔力 伴随着他的出手 一个巨大的手掌扭曲变大 如同一座山峰般 隆隆碾压向魔力 此时 影族祖祖威额天地 仿佛一头巨大的影界怪物 惊人的法则之力弥漫 所过之处 虚空直接震荡扭曲 哄 影族祖祖的大手 直接来到魔力身前 蝼蚁也 魔力面色猙獰 手指猛地点出 轰隆一声 他那手指瞬间变粗变大 化作一方晴天巨柱 在那手指之上 纹路流转 根根清晰 与影族祖祖的大手 漠然撞击在一起 轰隆隆 宛若金山岛玉柱 魔力手指撞上影族祖祖大手 一方蕴含深渊结构的可怕玄妙 更是带着无尽的魔气 以及魔力无尽的憋屈和愤怒 另一方则是带着影族祖祖的神地威能 可粉碎万物 两者碰撞 扑的一声 无尽的影之气息激荡 魔力的粗大手指 如同长矛 竟是硬生生捣穿了影族祖祖的大手 如同天柱一般 轰然撞击在他的身上 砰砰砰 影族祖祖的庞大身躯 亮腔后退 可怕的力量穿透而来 胸膛之上法则模糊 竟是硬生生被捣出一个血肉模糊的大洞 那大洞之中 法则力量激荡 在层层碾压之下不断爆炸 紧接着疯狂恢复 我的神体 竟然受伤了 影族祖祖 亮腔后退中 将大地踩出一个个宛若深渊的巨大坑洞 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魔力 自己 竟然被一个蝼蚁击伤了 你找死 影族祖祖怒吼 然而他话音未落 远处 秦晨突然再度一找伸出 嗡 一股无形的空间之力 再度弥漫萦绕住影族祖祖 不好 影族祖祖头皮发麻 浑身经济 只觉得一股无所遁形的力量 漠然笼罩他的身躯 紧紧攥住他的神地之心 又来 影云分身 影族祖祖大惊失色 神体在这一股空间之力降临的瞬间模糊起来 一瞬间分成两具神躯 扑斥一声 其中一具神体胸膛 被掏出一个大洞 其中的影之本源 亦是彻底消散 神体崩溃 而那古影之本源 已然再度落入秦晨手中 又是一股精纯的影之本源气息 秦晨笑了 直接收了起来 虽然只是一道分身 可这影之本源 却真真切切 乃是一尊神地强者的本源之力 类似于黑龙会老祖当时的一具分身 对秦晨而言 也算是大补之物 影族祖祖气急败坏 愤怒之中 莫地杀向秦晨 神地一指 可在他身形刚动的瞬间 魔力意识再度动了 一指点出 一根可怕的手指 如同灰蒙蒙的天柱 顷刻间捅向影族祖祖 妈的 你这家伙 怎么跟个狗皮膏药一样 影族祖祖气急 连转身一拳轰出 轰隆一声 两股力量疯狂碰撞 影族祖祖身躯等等后退两步 将魔力阵飞出去 轰的一声 魔力背后虚空 当场粉碎坍塌 化作一片深渊 而影族祖祖也不好过 她的拳头之上 被捅出一个巨大的深坑 深坑边缘之处 影之法则不断湮灭 反而对面魔力的指头 却是依旧完好无损 这小小的巅峰大地 为何手指比本祖的拳头还要硬 影族祖祖都快要疯了 她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巅峰大地 只是她心中的愤怒还没落下 嗡的一声 一股可怕的空间气息 再一次地笼罩住了她 我认你个仙人 影族祖祖浑身一僵 屁股一撅 急忙大吼道 影缘分身 哄 她身躯一分为二 而在身躯分开的瞬间 其中一具分身胸膛 竟直出现一个巨大窟窿 其中一缕本源消失 而这具分身也随之崩溃开来 呵呵 有意思 秦晨看着手中的那 驴影之本源之力 不由得笑了 虽然一次性 无法将影族祖祖的神帝之心掏空 可像这么不断掏下去 要不了多久 估计这影族祖祖 就会因为本源之力流逝太多 而身心疲惫了吧 毕竟这影族祖祖再强 想来也无法无限制地释放出来分身 魔力 秦晨看向魔力 好嘞 我捅 魔力争鸣大吼 墨地冲出 疯了一般冲向影族祖祖 哇哇大叫中 那神帝手指不断捅出 我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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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哄哄哄 魔力手指疯狂捅出 一次又一次在影族祖祖身上 捅出一个个窟窿 而魔力自然也被影族祖祖的攻击 震得浑身巨震 口吐鲜血 可他却浑然不觉 哪怕是无比狼狈 哪怕是鲜血淋漓 依然没有任何的后退 啊 你就是个疯子 影族祖祖气疯了 魔力这家伙就像一个狗皮膏药一样 怎么甩都甩不掉 偏偏他防御还极其恐怖 一时之间无法将其击杀 在魔力不断捅出手的同时 秦晨意识不断抓出 逼得影族祖祖不断分裂出一道道分身 身上气息已然有了一丝减弱 不行 再这么下去 本祖怕是会被消耗干了 影族祖祖怒吼出声 引火 哄 天地间无尽黑色火焰凝聚 不再分散攻击 而是直接轰向魔力一人 无尽的火焰淹没魔力 立刻在魔力身上 烧着出一个个的窟窿 将其困在其中 抓住机会 影族祖祖疯狂杀向秦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